呼应主帅回国 这次的任务是什么 我沈浪怎么说也是华夏国排行第一的高手 这刚回国就让我来给别人当罪婿 这要是传出去 那岂不是颜面扫地 大哥 你们怎么来了 大哥你不能走 你可是答应过师傅 要保护苏家大条件 我是答应他 可他老人家没告诉我要入罪 还是啥 大哥你只要找到那个女人 就是苏家大条件 也苏肉血 什么 血浪 这就是我孙女 苏肉血 嗨 爷爷 我不想结婚 他这副吊儿亮当的样子 跟那个顽固子弟有什么区别 一年 一星期都够我瘦的 我说苏大小姐 我这可是雨中送散 雪中送炭 我可是你的贵人 这次我已经定了 这是摆脱罗家最好的方法 好的爷爷我知道了 沈浪 雪儿就摆脱你了 好的苏老爷子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药毛不错 可惜游手好闲没什么本事 要不是爷爷生意难为 你进不了我这苏家大门 那我现在我就是进来了 给你成为一家人了 老婆大人 你说我这入赘孙婿 你是不是得先给点家人 沈浪 你可以厚颜无耻 但不要得寸进尺 我苏家从来不养闲人 要钱 你得有本事挣 更何况是个妹 你不是找工作吗 说的好事找不到 找工作是 真是不简单 司机 不是架属技术 当司机 岂不是浪费 这理发师不错 做Tony 厨师 我这国宴水平 其实给你们造的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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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亚国际时装集团招聘 这不是冰山美人的公司吗 打工是吧 行 苏苏学 我就如你所愿 凌亚国际 我来了 应该来了这么多男同胞面试 都是闻着味儿来的吧 据说 这丽亚国际公关部 全是美女 尤其是那经理助理 好一个单纯可爱小白花 正点了 据我这简历 哪怕过不了一个offer 等我被聘上了 还从踩不到这个小白花 还要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知道咱俩心意能靠上了 上火了 好 谭解卓也要 没见证排队 敌人不财 公关部经理 你要应聘公关部经理 你还会三门外语 当然 Colonial I must When does the interview start? 考试分初审和中审 这是初审的试题 我可提醒你 都是语言类的试题 这个推述还来着几个 很久没做比试了 速度点 干嘛 刚才是让你挽着我了 我可是你男朋友 傻的美 但你可别忘了 是你让我以男朋友的名义 去见那位文志哥的 作戏要作俗吗 嗯 嗯 我好好挽着 嗯 这个 若雪来了 这位是 我叫沈浪 多许起来男朋友 男朋友 是 他是我男朋友 哦 请坐请坐 以前没听过你名字 看来你不是我们这个圈子的人 那 请问你是哪家公子 我怕我抱出我的家门 会吓你一大跳 沈先生说笑了 在这华海时 还真没有我张文志不知道的辈子 你有病 你有病 骂谁呢 你有病 你有病 骂谁呢 什么 你这是干嘛 我对张文志我没有好果子吃的 你是真的有病 我没和你开玩笑 我虽然才书学习 但好歹家里也开了几家大型的医院 自认为略懂一些医术 你凭什么一口咬定我有病 你好大的口气 哎 你说 我有什么 你的病啊 油气入体 已经损害其内了 虽然你看上去精神十足啊 只是趋有其表而言 你平时是不是经常会感到腰酸背痛 四肢发冷 虚汗 头晕眼花耳鸣 胃寒 特别是晚上睡觉 半夜的时候 是不是经常会出一口汗 不好意思 你说的这些症状 我一个都没有 我很健康 有没有你自己心里有数吗 我看在你和若雪是多年朋友 关系还不错的份上 给你一些忠告 希望你日后 不要追悔莫及 好 来 你接着说 我特别想知道 我到底有什么 你就是肾丁不足啊 你最近一段时间是不是经常会吃洋宝路边一类的补肾羊的食物啊 这么年轻就肾虚不是吧 不会 是那个过度了吧 我最近只是公务繁忙 睡眠欠佳 状态不好而已了 这个肾虚啊 虽然多为积累成疾 但不能急于求成 最不是一样 这样只会适得其反 这个只能慢慢调理 而且你这个肾虚啊 是因为你纵欲过度 一天怎么着也得两三次吧 我勸你最好是清心寡欲 借出手印 平时节制一点啊 否则你顶多再过个两年 你就会扬威扫蟹 武功尽失了 我一个钻石红了 哪里存在什么宗宇宫 你是故意让我在入选面前丢人是吗 沈先生 我奉劝你不要入戏太深 我呀 我也只是点到为止 张子 西平遵遍 张文志 沈浪这个人一直心直回家 你不要太多来欣赏 你叫沈浪 对吧 我记住你了 张文志 沈浪 老师要弄死我 你的医学还骗我了解啊 可以说是略知一二 什么 张文志这个人我们有得起 我们 不是还没结婚吗 怎么就我们了 我们现在知道心疼你老公了 鬼才大心你 你刚才好像管的叫张文志 不是不是文志哥了 你这个人真的很讨厌 我暂时未婚 跟我保持距离了 什么故事心态都有意思 老板 我让你查的事情查清楚了吗 查清楚了 那个叫沈浪的小子 是林亚国际时装公司的公关部经理 还是昨天刚入职的 公关部经理 老板 苏若雪是个贱人 之前还在老子面前装清高 还不是在外面偷偷扬想白脸 这带几个人把沈浪那小兔带回来 这次 我一定要好好教训姜云 是老板 老板 坦克 老板 贱口 来 紫浪 好 赵 让我走一下 我要是不走 不走 那就看我去 应不应不 还听得了 其实我这个人能闻斗的话 我还是不想舞斗 你不 小妈 你真的丢弊啊 我告诉你 就你这招 在我这 包心 主要是我一动起手来 我自己都害怕我控制不住 会出人命的 来吧 客气哥 别在这颜色给我看看 走 我 我 你 你 你 喝吧 谁也有没有 谁也有没有啊 快说 张文志快来 张文志是吧 你回去转告他 这次我大人不计小荣过 下次要是再敢跟我儿音的 要他狗命 滚 苏总 沈浪 你怎么在这 我当然是来上班啊 怎么了 终于想通了 我们去当保安了 不是苏总 你真看不出来 我沈浪你未婚夫 是个大财啊 我告诉你啊 打今儿起 我就是咱公司的 公关部经理了 什么 那个人是你 何涛你怎么知道 我电话号码 我请你放过我吧 别管我怎么知道 告诉你林彩儿 今天晚上 是你最后一次机会 可别让我失望啊 我请你放过我吧 放过 我已经知道 你母亲住在哪家医院了 老子已经没有耐心了 我现在在市郊的 香山公园等你 今天晚上你又是不来呢 后果自负 喂 何涛 何涛 林助理 有什么事吗 苏总 沈经理 没事 那我先走了 是不是担心的 你过去看看 呀 林彩儿 你终于还是过来的 我母亲呢 放心 只要你乖乖听话 我保证你母亲毫发无伤 你不要太过分了 过分 我今天就把话撂着 只要你陪我睡 剩个十次八次 我绝不再纠缠你 你觉得怎么样 看不怎么样 林彩儿 可别忘了啊 沈经理 苏总 你怎么来了 我放心不下你 林彩儿 真没想到啊 你原来背地 你早就有了 那你还跟我装什么青春呢 你这里去找你吗 你赶快走吧 我的事不用你们管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更何况是你林助理的事 这大男人欺负一个女人 你们可真是威风啊 你们是从哪冒出来的 从哪 信不信把你们的腿倒撑了 我就怕一会儿啊 你给满地找牙 我今儿要不教训教训你 你还真拿自己当回事啊 你们这帮飞碗碰着干什么 上啊 沈岸小心啊 你别动啊 你看后面 你再往前上一步 我就让你俩手溜今天渐渐起 被我感谢 你又给我送了一件美女上门啊 你想干嘛 我可是苏家人 苏家 苏家了不起啊 被我玩完之后 你就是块难布 竟然真的是你 林助手 我要是布呢 你放了他吧 我又跟平凡处置 刚刚不还是挺硬气的吗 给我绑上 给我飞了他 你 你 狗东西啊 在我面前撑英雄 你 我 我 你放了他 我什么都愿意 这不管他们的事 敢让我接钱 你算好系列准备了吧 我都 都死到名头了 还装逼呢 给我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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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干嘛的 搞了这心事动作干什么 我又不是解决不了 赶紧撒 是 还有 以后没我的允许 不要轻易出现 免得也起别人怀疑 撤 你别管啊 我爸可屈治安大队长 郑柯吉 又敢碰我一下 你们不会有好伙子的 哎 你屈治安 郑柯吉 我爸还做什么 你干的 就你别打了 我做了 今天我就饶你一次 如果你以后再敢骚扰他 那就不是掉几颗牙子吗 笨蛋 师父 刚才没吓到你们吧 沈经理 那个人身份不简单 你会有麻烦的 你别担心 这件事情我会替你外屏 沈浪 你到底是谁 你以后会知道的 我干嘛的 客长 就这小子打伤你儿子 换我他 带走 爷爷 沈浪出事了 社长 臭小子 吃了熊心爆炒了 把了我的儿子 还敢这么嚣张 你儿子可比我嚣张多了 顺带一提 你儿子属实是有点能憋 你这做老子的 要是再不好好管管 你头上这顶乌纱帽 恐怕交非 我看你是敬酒 不是吃罚酒 这份口碰 赶紧给我签了 别耍花样 否则 家家餐丧上货了 这可给我安排了不少罪名 你好大的官威 你把我带到这 对我滥远私刑 我不管你是谁 到了这老的就是天 赶紧签字花样 我要是不浅 我要是不浅 不浅 信不信我 不能你 住手 何队长 我苏家的准顺序也敢动 苏老爷大 他是你苏家的准顺序 怎么可能的 你可是在我眼皮子底下 把我卫护部署 苏家带走的 就算他是你苏家的准顺序 他也走不了 他打了我儿子 必须给你交代 如何交代你 让他跪在我儿子面前 自删十个大嘴巴 你休想 是你儿子抢将未遂才行 我被公夫只是匡夫正义罢了 哎呀 这么说你不就不同意是吗 那我就关他个十天半来月了 看他这个身板能不能扛了 嗯 这样去吧 你可上来了 这我儿子被打了 你牙都打掉了 你小的死定了 我儿子被打了 你牙都打掉了 你小的死定了 嗯 嗯 嗯 小学长 你说过给我主持公道的 公道 你儿子什么德行 你不清楚吗 滥用私心寻私王法 制造冤案 你好大的胆子啊 要是 啊 不然啊 这沈浪到底什么来头 杨局长都亲自接手课 你放心 我马上知道的事好好查查 一定知他的罪 错了 沈先生 万总 你说惹谁不惹 你非要惹他 他谁啊 世纪联邦主帅 沈浪 沈浪是世界联邦主帅 沈浪是世界联邦主帅 爷爷 你看他 就是个爱闯事的宝夫 你为什么偏我跟他结婚啊 雪儿脾气是极了点 但他心里善良 别放在心上啊 爷爷 你怎么总是替他说话 沈浪啊 雪儿就拜托你报复了 我收到消息 沈浪 沈浪 夏总会回到华池 罗天耀 爷爷 不如我们先发制人 告那个罗天耀吧 他在背后一手高垮天龙集团 如果我们能找到证据 一定能扳倒他 傻丫头 你不懂 罗家势力太大 不是我们能够面对的 更何况 沈浪下载回来 他肯定会来找你 现如今 只有一个方法 什么方法 你和沈浪 明天速速去把结婚证领了 只要你们结了婚 罗天耀就没有理由来纠缠你了 这怎么可以 我们根本都不了解对方 行啊 雪儿 还要我说的更明白吗 罗家能够搞垮天龙国境 也能够轻而易举地灭了我书家 不能为了书家的生死 把你嫁给那个恶名糟糟的混乱 你们结婚是唯一的出路啊 难道我跟沈浪结婚 罗天耀就不会逼迫我了吗 只有沈浪能够保护你的安全 就他 我怎么没看出来啊 爷爷 他虽然会点工夫 但是在我身边多安排几个保镖 不比他强吗 够了雪儿 你要能够跟沈浪结婚 那是你的运气 我的运气 为什么我的婚姻我自己不能做主 为什么我要像一个博物一样被安排 我不明白 好了 苏老爷子 你也别太勉强了 罗天耀的事我来解决 不过有个要求 什么要求 我之前是答应留在苏儿姐身边一年 但现在我想回约 这件事解决之后 我立马遇到苏小姐 不行 沈浪 我可是看你师父说好了 你不能走啊 我可是看你师父说好了 你不能走啊 我和苏若雪并不合适 我也不想用伤害苏小姐的方式 来解决这件事 苏老爷子 你也别太情人所难了 沈浪 雪儿是我一手带的 我就这么一个孙女儿 如今 雪儿会回婚 罗家是不会放过我 他们一定会伤害雪儿 你可不能袖手旁观啊 爷爷 苏老爷子 您这样我可受不起啊 你放心 最多三个月 你就再也不会因为看到我 而心烦意乱了 你放心 最多三个月 你就再也不会因为看到我 而心烦意乱了 沈浩 你到底是谁 为什么爷爷确信 你能帮我 还有 你为什么要帮我 我们之前见过呀 站住 站住 哪来 小儿 这么没教养 偷我东西 丑手 你为什么要打他 偷我东西咋了 王叔 给他钱 草莓蛋糕 给你吃 只是你不记得了而已 喂 妈 苏若雪 你还知道我是你吗 我什么事吗 我听说你现在 在跟一个男人同居 你知不知道 自己是什么身份 我可是已经答应罗家了 等罗少爷回国 马上就办你们跟我吃 现在闹出这样的流眼杯 你让罗家怎么想 我已经跟您说过很多遍了 我不会和罗天遥结婚的 你幼稚 自古豪门多联姻 这事由不得你 刚好 罗天遥下周回华下国 我会安排你们尽快见 我不会和他见 你和罗天遥的婚事 必须马上就办 不然天遥国际 绝对熬不过下个月 你不想让你那些坐牢吧 那你最好乖乖听话 马上到我这儿来一趟 知道了 你那个继母还真是没人性了 确实拿苏老爷子来威胁你 这不关你的事 走吧 去见你继母 你还知道我是你吗 到我这儿来还带上保镖了 你好 我叫沈浪 我问你话了吗 一个保镖而已 别不知道尊卑次序 沈先生是我未婚夫 苏若雪 你就别跟我演戏了 我不管你又没有什么男人 你和罗天遥的婚约必须旅行 否则后果你自己很清楚 你叫沈浪是吧 现在和苏若雪住在苏家 没错 这是两百万的追照 华海各大银行都取得出来 小雪是一定要嫁进罗家的 你懂我的意思 这两百万你的 就看你是要还是不要 您确定是给我的 不后悔 果然 区区两百万 沈浪你还是接受了 您确定是给我的 是 绝无戏言 要 那肯定要 沈浪 我还以为 你或许和别的男人不一样 看见了 这就是个见钱眼开的窝囊费 两百万 怎么又生气了 你看夫人多大 刚见面就给我两百万 谢谢 走走走 吃大餐去 你什么意思 我是让你拿着钱 滚出苏若雪身边 怕你一直嘟嘟囔囔的 然后就给我一张支票 我问你是不是给我的 你说是啊 我才拿的嘛 苏若雪 实话告诉你 我今天就是要提醒你 下周末 罗天耀要在 红河号邮轮上举行晚宴 到时候会有政商两届的 华海名领都参加 务必出席 不然后果自负 行行行 有事我们后果自负啊 乔女士 没什么事 我俩先走了 慢着 猖狂的小子 你敢戏弄我 支票还给我 支票还给我 看我刚才就跟你说 不要后悔 怎么着 现在说话不算数了 你身为天荣国际的老板娘 这么不讲诚信 难怪你公司要倒屁 回来了 小新回来了 谁也在呢 你不坐一会儿 不用了 我们的事聊完了 这个就是跟苏若雪 毫无血缘关系的弟弟 乔欣 姐 你和妈有什么好聊的呀 难道又是谈那个 罗家大哨婚约的事 姐 你说你长得这么漂亮 嫁出去 可惜了 小新 这些事情你不要管 能嫁给罗大少爷 那是苏若雪的福分 好吧 谁啊你 之前怎么没见过你啊 我叫沈浪 沈浪 那我就叫你浪仔吧 浪仔 你们当保镖的 会耍什么功夫呀 来 耍两手给本少爷 我瞧瞧 浪仔 你们当保镖的 会耍什么功夫呀 来 耍两手给本少爷 我瞧瞧 瞧少爷 这拳脚可无眼 浪仔 我告诉你 我在学校可是搏击队队长 打遍学校无助手 这么厉害呢 行 既然乔大少爷这么想切磋 来 来吧 咱俩比拨比拨 好 来啊浪仔 来吧 兴仔 兴仔 兴仔也是你叫吧 看招 啊 啊 你敢打我儿子 啊 你敢打我儿子 你敢打我 你个贱肉 刚才戏弄我不说 现在还敢打我儿子 我看你是不要命了 信不信我找人弄死你 我看你是不要命了 信不信我找人弄死你 你干什么 乔女士 以后嘴巴放干净的 我要杀了你这个臭小 小心 妈 找人给我弄死他 我现在就找人 李管是吗 给我找两个杀手的 我要弄死一个人 沈老 你少给我惹点事会死啊 苏兰小姐 我这不叫惹事好吗 是他们错在先 我不造成就了 信不信 那你就不能换种方式 只会冻出 这男人的世界啊 弱弱强识 我这叫城市扬善 你以后会慢慢习惯的 你今天动手打了乔兰姆斯 他们背后还有乔氏集团 和他结束 你怕是麻烦打 你怕是麻烦打 放心吧 尽管让我们失音招 看看最后露死谁手 你坐吧 怎么了 我被你盯上了 听我说 把车坐好 然后就在那车里 哪里不许去 帮我回来 你等等 我们直接报警就好了 你为什么总是喜欢 成皮肤之勇啊 我说苏大小姐 有些事不是报警 就能解决的 况且你觉得那群人 会给我们时间吗 这黄小爷 领得我害怕 你别把我一个人 丢在这儿 你放心 我很快就会回来 沈乐 沈乐你别走啊 沈乐 哦 我还真敬佩你小子 有胆气居然不跑 我为什么要跑啊 小子你在这找死啊 潮兰派你们过来的 死到临头居然还敢用这种口气吻话 别废话赶紧动手吧 乔总还等着我们的回应啊 洗水浪出去了 你要是我一身伤回来 我才不会管你 我现在问你几个问题 你如实回答 我现在问你几个问题 你如实回答 否则我就杀了你 老命 我说 我说 乔兰派了几个人来杀我 就就我们两个 他要你杀一个还是两个 就一人 乔总说 让我们务必不要伤害苏小姐 好 我的问题问完了 你现在给乔兰打个电话 是 我马上打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事情自然是没办好 乔兰 你派过来的这两个废物 已经被我废了 是你 是那 好了 废话不多说了 小兰 你要是还是不肯善罢甘休的话 那我就只好对付丁兰 你要敢顿我儿子一根手指头 不让你损失满顿 好 是吗 那我保证 黄泉路上 一把奴子作伴 神老是你吗 神老 神老是你吗 神老是你吗 是我呀 神老 神老 太晚了该回家了 神老你 恩 神老 你 街面 哎 苏总 我饿 Bog 你做点啥东西 靠着我 I 想吃饭自己出去吃 那正好啊 我也挺累的 我也不想出去 那兜里没啥钱 你怎么点个外卖给我 你刚刚不是刚送我继母那儿 要两百万吗 没错了 那现在又没办法兑现 那我钱呢可以赚 想吃饭你可以自己做 想吃饭你可以自己做呀 我还真会做 这些都是你做的 还不错吧 有什么东西啊 来 我爱你 我爱你 好不好吃 不好吃 我爱你 而且 我爱你 我一步一步再靠近 一点点距离 鼓起鼓起 鼓起勇气 可你却下眼睛 又让我窒息 心跳加速 不由己 我一点一点再会 拯一点点 等你 我要慢 我吃饱了 你想吃什么 可以吃饱 这个女人 还真是刀子嘴豆腐心 怎么起这么早 今天我不用上班 我没有睡懒觉啊习惯 就是要去哪儿呢 逛街 你跟我来干嘛 保护你的安全 随便你吧 你给大家过来不见 就这点钱啊 我只剩这点钱 这还是上个月刚领了公司 我告诉你啊 尽快过来五万块钱来 给我几钱给我 我拿了那么多钱 我不管你是跟别人见 还是出去闭 尽快给我凑出五万块钱来 你就在杀了我 我也拿不了那么多钱 何况我妈的鞭 还需要一大档钱 啊 弄不出钱的 老子不行 你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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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总 我有点事 你自己先开车回去吧 啊 沈浪你别走啊 你把我一个人放在这儿 这是我妈救命 你不能拿走 这这这这罐怎么打开 快 爸 爸 哎呦 爸 爸你没事吧 他是你爸 哎哎哎哎哎 那他为什么要打你 啊 啊 啊 哎 对不起啊 我不知道你是你爸 你们谁是病人家伙 我是 请问李医生 我爸他怎么样了 没什么答案了 只是头部手伤 现在已经处理好了 谢谢 谢谢医生 对了 手术费加住院费 总共一万块 麻烦你抓你交一下 李医生 能不能先交六千 我身上实在没有那么多钱了 不行 手术费和住院费可不能拖 需要立马交 钱我来交 不过我得先去取 李助理 李医生 先等等 沈金蕊 谢谢 钱 以后我会还你的 哎还还什么钱呀 人都是我打伤的 都是我不好 每次都给你带来很大的麻烦 钱以后我会还你的 还还什么钱呀 你说啥 你父亲为什么要打你 这个 这有什么不好说的吗 我爸一直沉迷赌博 借了高利贷 腰债的那边催得紧 怎么会有这么不要脸的父亲 那你母亲呢 我母亲患有尿毒症 常年卧病在床 每月做渗透息 好了好了 别想太多 一切都会过去的 爸 妈的 你小子还敢睡在我面前 爸 你误会了 他不知道你是我爸 你干什么你 你女儿也是个成年人了 你说哪就哪 用这样做父亲的吗 老子的女儿 老子随便打 关你屁事 赶紧把医药费付了 爸 医药费沈浪已经付了 你打着我 爸 老子不仅要你付医药费 老子还要你赔照我 今生总是非 爸 你怎么能这样 好 你是林彩儿的父亲是吧 这样吧 咱俩来做一笔交易 我给你一笔钱 你现在就和林彩儿 断绝关系 以后也绝对不能再 骚扰他娘俩的生活 你觉得怎么样 一笔钱 你能给多少 你说个数 你说个数 三十万 一张票子也不能上 你给我三十万 我把女儿送给你 随便你在门口 他还是个数 三十万 我贵 爸 我可是你女儿 可以 我现在就是一张取钱给你 不过你也说话算话 他以后跟你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他以后可是我的人了 好好好 我我这 这丫头啊 以后就是你的人了 跟我没有半点关系 我有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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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沈经理 去我家好吗 沈经理 沈经理 去我家好吗 沈经理 他いや我 他说我 quarterback 垫住脸 好了 现在你想怎样都可以 我已经是你的人了 我不会反抗的 既然你满了我的 你把我沈浪想成什么人了 你两次遇险都被我撞上 这就是我们的缘分 既然撞上了 我就不能坐视顾管 另外 也许你的处境 和我佑沈的家境相似吧 可是我 别可是了 也许你的处境 可是我 我沈浪只是帮朋友打包五瓶而已 就谈 张文志 你有什么事吗 没什么事 就想约你吃个晚饭 不好意思 张文志 我今晚没空 若雪 虽然我们做不了恋人 但至少可以成为合作伙伴吧 我今后呢 也要在华海市发展 目前准备开一家大型的制药公司 对了 我当然不是单请你 我还想请你男朋友一块儿 我之前确实跟他有一点小误会 但是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嘛 我请他吃个饭 咱们也算交个朋友 和气生财嘛 那好吧 好 拉收定了 这家伙 葫芦里卖的什么样 那小子真那么厉害吗 是呀 老板 那小子实在太小汉了 咱还合规中理 废物 那我养你有什么用 我有个计划 好好好 你不得了 你也知道火辣啊 我才几个小时不见 就这么想 有嘴话说 刚刚张文智打电话 说晚上请我们吃饭 不吃 我看这小子还像耍什么花样 张文智 我看这小子还要耍什么花样 我可以 对 热血 你真的是越来越美了 热血 是啊 可惜你只要看的份 热血 请你不要怀疑我的诚意 还有沈先生 我们之前虽然闹过不愉快 但是希望你能补计前嫌 好 今晚我在凯华大酒店 预定了一个豪华包间 希望两位赏光 怎么了张文芝 前面有人来路 我们报警吧 等等 看看他们想干什么 今晚 我就请君入梦 这种小事情 就叫给我们男人去办吧 我从小就练抬天杠 对付这几个小朋友 简单 行了 我们下去看看吧 哥们儿 借两个钱花花 你他妈眼镜还真不错呀 你咋什么呀 你你聋啊 借两钱花 这刘母不是说都沟通好了吗 嗯 行了 这里就交给你了 哎别张文芝 我可可没你练 我可没你练 你不是练过 太拳道吗 卧槽就看不起练太拳道了 来给我咋的 等会儿 你们干嘛 等会儿 你们干嘛 这家伙原来是想找人对付啊 再配合自己演艺出英雄救围 你们有病啊 我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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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冷静点 你还多放打人啊 苏总 别过去 有点危险 可张文芝他 张文芝他一点事没有 他这是准备后发制的 惨碎剑的装笔 你接着打 你别再有啥这样子啊 什么 打错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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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踏步的玩 我先送你去医院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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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先生 我刚才可一点没感动 我就怕因为他给发挥了 神啊 你这个王八蛋 你给我等着 我要不整死你 我他妈不姓姜 张律师你冷静点 我现在送你去医院 哎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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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老板 老板老板 老板 老板 你是怎么搞呀 啊 有猛 你这个王八蛋 我让你带人去打沈浪 怎么他妈打上我了 老板 你这个王八蛋 我让你带人去打沈浪 怎么他妈打上我了 老板 哎呦 我来这几个兄弟 他妈对着像我不熟 我说漏了我 有猛 你他妈看看你干的好事 张律师 这怎么回事 你愣着干什么 就这小子给我打 我你们干什么 张律师你冷静一点 叔总 别跟他废话了 老我身后 看什么 打呀 我死你打 我 想 助手 你要干嘛 都活腻了吗 舍哥 就是这小子得罪了张哥 他媽的一個廢物 竟然給招惹張哥 別動 交給我 我讓這小子躺進一夜 只招一個月 我讓這小子躺進一夜 只招一個月 浪哥你怎麼來了 還不趕緊道歉 跪下道歉 嗯 是不是不打斷你的狗腿 不知道下跪 浪哥我就說你 看什麼去笑人過 張文智 誰給你的狗仔子 給你打你的鼓勵給我看清楚 你知道他寫了 他不是說 浪哥 對不起 這群狗仔子 我自會處理掉 我 走走走走 這傢伙 這傢伙 你看到張文智公公 張文智公 我懂啊 你看到他最後那個樣子嗎 你叫什麼啊 我記得 我愛你 你笑起來真好看 真的很愛惹瘦 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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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也不知道 当时并肯定在属着钩鳌丽点 买些地方 你reen赞 肖肖肖肖 ils 哎等一下你剛說你派誰去了 劉總 你在看上那套房子 能不能給我買呀 白 只要你把我伺服舒服了 要什麼我都給你 哈哈哈 喲忙著呢誰呀 哪個部門呢 找一個女朋友啊你沒聽見 來吧 喲忙著呢 你誰呀 哪個部門呢 我問你話呢 你沒聽見嗎 我是靈雅國際的 過來收合同款 收你爸呀 怪了我的好心情 還想收錢 趕緊滾 小屁股派人砍死你 劉總 咱們可是正常的商業合作 別動不動就說砍人的 現在可是法治社會 小子 你當我跟你開玩笑呢啊 想找我收錢 門都沒有 趕緊 欠債還錢 天經地義 想讓我管可以 你先把錢還 你當我跟你開玩笑呢 柳總 我也不跟你廢話 這錢 你到底是還還是不管 瞎大人 我看你是口眼裡瞎了 還是腰子被門夾了 你不知道我是道上混的嗎 來他媽想找我要錢 管你哪個道上混的 你就告訴我 這五百萬 你今天是還還是不還 我看你是不見光采 都落了那樣 興起我弄死你 大膽 我看你是不見光采 大膽 我看你是不見光采 啊啊 看我怎麼弄死你 你咋有什麼人 他不是跟你說了 我是過了腰炸 凌雅國進的五百萬 你不打算好了啊 我我 白哥 我們撐個 撐個 你們這個廢物 這麼才能玩 你們撐個 還能幹嗎 撐個 殺 殺 走 刘总 你这是要去哪啊 哎呀兄弟 兄弟 兄弟放了我 领养国地的五百万 我肯定还 现在还 现在还 我马上去财务点接 十分钟 我就把钱给你拿过来 好不好 兄弟 不过你最好别等老子耍 不然我让你下场 跟他们一位啊 不会 不会 好 小哥 我强的 我这有点事 你能不能帮我处理一下 尽快尽快 我等你 找你要钱 师哥 那可来了 你妈的做生意全靠片的 以后少给我热闹 是是是 人呢 找公司 走走 师哥请 师哥 这小子 怎么着 钱没带来 带了个帮手 你小子还准硬是吧 你知道他是谁吗 什么 师哥 老师 摁哥 对不起 第二次了 事不过三 您知道把我惹生气会是最后果 他妈的改变些神啊 高子啊 出手来 浪哥 对不起 我得了另一天麻烦了 还不当了个道歉 对不起啊 让他另一天 让他另一天 赶紧去医院吧 再拖一会 你这腿可就要废了 还不快点给我滚 欠浪哥的钱也该还回来 师哥 钱过去了 浩子 把他右手的食指 给我剁了呢 师哥 师哥扔命啊 师哥这是为什么呀 为什么 为什么 你知道他是谁 师哥扔命啊师哥 师哥 浪哥 对不起 谁呢 刘总监 没事吧 没事呢 他们没有为难你啊 反正我告诉你啊 这钱呀 已经打到咱们公司旅下的账户 不会吧 这样子要的回来 等一下 怎么要回来的 我告诉你 我记得了 我只看了 把钱都没有 些地皮 难以后 我只是地医院 跟他网纵说 我只是地医院 很笆 跟他人相互 这种人家的老受职 走去看看 催俠的事还顺利吗 早都搞定了 听说那帮人就一群小胖 姐妹你有没有发现 这沈经理和林助理有点关系 就是啊林助理都那么多人追了 居然还跟我们抢男神经理 还让不让人活嘞 那不是林肖宫的高竞女吗 高竞女好帅啊 你看 彩儿 这花是送给你的 喜欢吗 彩儿 这花送给你 喜欢吗 高俊 请你以后不要叫我彩儿 免得让人误会 林肖姐 我知道你现在对我没有任何感应 可我总有追求你的权利吧 这花是送给你的 还请林小姐务必收线 高经理 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谢谢你的好意 喜欢的人 谁啊 不是与你无关的事情 你问不过干嘛啊 既然彩儿不喜欢你 那还请你以后不要再惊蟬 你又是哪来不张眼的 你知道我是这营销经理吗 公关部经理 神浪 实话跟你说吧 林彩儿是我的女朋友 所以呢 还请你以后不要再揪蟬 苏总 苏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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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很热闹啊 苏总 事情是这样的 我男朋友神浪 因为我的事情跟高经理发生了争执 总之 事情都是因我而起 求苏总网开一面 千万不要开除我男朋友 你男朋友神浪 玩犊子了 是的 神浪 他就是我男朋友 傻丫头 你这是在给我帮倒忙啊 他是你女朋友 反正你也讨厌我 应该不会因为这种事生气吧 是又怎样 我说又怎样 那你想子是不是不想在这干啊 敢用这种语气跟苏总说话 高经理 这就是你不对了 林助理都有男朋友了 你为什么还一直纠缠呢 苏总 我不吃饭啊 苏总是高经理先纠缠到林助理 至于沈经理他是看不下去 才顶碰到高经理 其实沈经理和林助理是一对 对对对对苏总 事情就是这样的 咱们姐妹可都看见了 原本只是想帮林才而言 就不是越抹越黑呢 你们这些个小妮子 真不是省油的灯啊 事情大概经过 我已经知道了 高经理 你回去写份反省报告给我 是苏总 你们俩 十分钟之后来我办公室 姓陈大 给我记住 乱哥 苏总他肯定是生气了 等会过去 咱们跟他解释一下 态度好点 苏总肯定不会为难你 我去到厕所 请进 你 那什么 沈经理 你是不是有什么需要向我解释一下 沈经理 你是不是有什么需要向我解释一下 不解释什么 挺有本事的呀 找了一个那么漂亮乖巧的女朋友 老子大人 吃醋了 第一 我不是你老婆 第二 我没有吃醋 第三 原则问题 虽然我们不是真正的名义上的夫妻 但是白纸黑字 你背着我在外面找女朋友 这种行为算作毁约 那你平了 你怎么那么生气 我跟林台之间根本就没有什么 我只不就把她解了个肥而已 你要是不信我 我可以把事情经过 从头到尾跟你叙手边 不必 生气的 我没有生气 你就是生气 沈浪 你还想在林雅国际工作吗 不想 我老婆都说了 不想让我这个吃晚饭 既然你还想在这工作 那从明天开始 你做我的私人秘书 行 谁都 傻玩玩 怎么 当我的私人秘书 你屈尊了 行 你想让我当你的私人秘书也可以 不过呢 我得答应我一个要求 什么要求 深处看 不许干涉我工作以外的自然 没问题 不过我希望你有点契约精神 毕竟我们还是林医上的夫妻 不要在外面招风饮店 如我苏家门铁 孙总 你果然还是吃醋了 自作多情 出去 啊 他不会真的在外面招风流草的吧 不行 我又不喜欢他 进 苏总 林助理 我直接问你正事吧 沈浪真的是你男朋友吗 沈经理他不是我男朋友 对不起 之前的话都是敷衍苏总的 没关系 承认了就好 林助理 不介意聊点私人问题吧 当然不介意 你觉得沈浪这个人怎么 沈经理林很好 工作能力也强 对待人也正直仗义 关心朋友 而且 你 那么喜欢他 嗯 很喜欢 在我心里 没有比他更完美的男人了 但不知道为什么 沈经理 总是和我刻意保持距离 林助理 我并不想打击你 但是我想跟你实话实说 沈浪 是我的胃口服 沈浪 你出去吧 哎哟 这是怎么了 亏受神差 采儿 苏总他没有为难你啊 没有 苏总人很好 怎么了 采儿 是不是发生什么了 苏总把事情都跟我说了 你 你是大胃口服吗 抱歉啊 采儿 有些事 我能直接告诉你 没事 对了 我要从公关部调走了 现在是苏苏雪的私人助理 当然了 我以后还会经常回来看你的 咱们还是好朋友吧 嗯 什么 秘书 他那一副点亮亮的样子怎么当的秘书 你是不是糊涂啊你 哎呀 萧萧 这狗自然有考量 你别担心 喂 萧萧 嗯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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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了 怎么了 随婚的 又来了 还是钱博文那个家伙啊 不是你父母还没死心上你家里的 我感觉 我是推不掉这门婚事的 萧萧 我觉得这次不如你主动出击 带个男朋友去 让钱博文彻底死心 肯定是赵燕燃啊 上次被打的那个讨了半年 钱不能又不是傻子 万一进入场 我又得连累别人 哎 我倒是有个主意 什么主意 你带个厉害点眼去不就行了吗 不 让那个沈浪去的 谁 沈浪 不跟你想得出来 其实沈浪也没有你想的不糟糕 他为人仗义身手也不错 我觉得他肯定能帮这个忙 主要我上次故意派他去要债 想为难为难他 这回让人当我男朋友 人家肯啊 我帮你啊 什么 男朋友 我才不要当那个女暴龙的男朋友 是怎么办 给我过来 刘总监 刘总监 你有什么事啊 什么什么事啊 苏总把你安排给我 你就是我的人了 我什么叫我就是你的人了 你可起到狗 不许跟公司女同事打情骂俏 鬼跟你打车马俏 你我雇佣关系 雇佣关系 啊 多少 一百万 一百万 哎呀 你就是脱粉面的样子 老娘能看上你啊 啊 我警告你啊 啊 你要是掩藏 咱俩都对吧 哎呦 没想到这男人婆打扮起来 竟颇有几分风韵 看什么看 过来呀 哦 干嘛 刘总监 你不想让我眼砸了 你的眼睛也得再行不再行 原意你的臭串 刘阿姨我见你 来 博文 刘阿姨坐 坐博文 博文 我那个任性的女儿 把你见笑了 萧萧啊 从小就被我们关坏了 总是我心我素 这应该让萧萧 跟着我好好学一学 你说萧萧怎么就不明白呢 你看博文 一表人才 事业有成 性格也好 真多好的两配 哈哈哈 叔叔阿姨眼中了 哎 萧萧 你来了 爸妈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男朋友沈了 忘记干嘛 跟我父母打个招呼 哦哦 我父母问你们好 我叫什么 萧萧的男朋友 你 萧萧 这还没过一个月 你又找了一个男朋友 这事儿 我怎样不知道呢 伯父啊 这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想法 我和萧萧呢 感情发展的比较细子 反正该来的总会来嘛 您看 您今天不就认识我了 萧萧 这该不会 就是你从哪里找来的演员吧 爸 这真是我男朋友 伯父 我和萧萧之间的关系 用不着欺骗任何人 用不着 我们已经被他骗过一次了 我这回真没骗你们 我们已经同居了 对不起 你 那同居 萧萧 你严厉害有没有我这个故事 有 他咱来见你了吗 沈先生啊 萧萧这么烈的脾气 都让你哄得服服帖帖的 不服都不行 钱先生真是说笑 我沈某不才 但男女之情 贵在真正 用哄来形容我 这位你也太吓死我了 你 沈先生气度不凡 一看就身居高位 不知在哪高救啊 我是灵雅国际苏总裁的私人助理 不过我还有一个沈 我还是地下室里黑龙汇的干 好 真服了这个老六 别什么理由不好 偏偏说自己是黑社会 沈先生是黑龙汇的干 你竟然在黑龙汇认职 伸手毕竟不拔 还行呢 让我来吃 哈哈哈哈 什么没事吧 哈哈哈哈 什么没事吧 哎 不过是门口恐慌的骗子罢了吗 钱包吻你有病啊 沈老师我男朋友 这人不被你做什么东西啊 你什么 你个扶不上墙的废物 你还想跟我斗 鬼 好 好 好 小小 你给我过来 我不 萧小 你怎么可以找这种流氓混混 做男朋友啊 你也罢 我宁愿加个血浪 我跟钱包吻在一起 柳瀟瀟你 好 柳瀟瀟 既然你爸都说到这份上 你可别后悔 我们我们我们 爸妈 我们也走了 哈哈哈 我们再见啊 小小 先生就回了 这种不孝女儿 你还要她做什么 总不能眼睁睁看着萧萧 被那个混小子 迷得云头转相吧 真意我看不出来 那小子根本就是在演戏 你放心 我一定会派人 查清楚那小子底下 戏都演完了 你说还抓着我干嘛 谁稀罕一直抓着 你能不能别这么委屈的样子 让别人看到以为我欺负你 你能不能别这么委屈的样子 让别人看到以为我欺负你 哎哎不是这戏都演完了 你这还抓着我干嘛呀 谁稀罕一直抓着 你能不能别这么委屈的样子 让别人看到以为我欺负你 这件事之后 钱包吻应该不会缠着我了 就是伤了我不能的心 谢了 莲慧说谢谢呢 没事 反正我也没啥损失 你没啥损失 老娘出吻都没了 滚 没看出来啊林总监 你还有出吻呢 滚 把车开过来 小姐 小姐我们报哥想请你上学一趟 报哥 我不认识什么报哥 上去你就认识 干什么 放开 我听话也想干什么 人呢 我听话也想干什么 喂 前博文 之前都是装的呀 你真的认识我爸妈 你还真是煞腿孤心啊 闭嘴你这个贱子 要不是你还有点姿色 老子才看不上 你叫怎么样 那得问你啊 你说你软的 硬的 都不吃 我应该拿你走 对了 小兔仔 你不记得想钱吗 我给你 你别担心他 我钱不分缺钱 我告诉你 我只是不服 我辛辛苦苦 低三下四追你那么久 最后让他给拱了 钱不稳 我们两个说话 竟没有回旋的余地吗 有啊 肯定有啊 这样 闯着在那里 走 我们回旋 你别太过分 给力 我爸妈也不吵人 那我说事 他们会放过你吗 你爸妈 老子黑白两道公吃 就你爸妈 你这事情 学生 你这靠 别确实妄动 我早让你后悔 今天所作所 后悔 别过来 别过来 我从死给你看 死 现在就死 你说我第一三下四追你这么久了也不差最后这一下了啊 一会儿啊 我帮你玩 你顺口 你自己是什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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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刀救我啊 死啊 死啊 谁在死啊 死啊 小肖 拿着刀干嘛呀 我多问你先 来把刀给我 来给我 承诞 请啊 小心啊 小哥 久两下子啊 既然做死来这儿了 一会儿我就让你看看我是怎么搬着的 你刚刚打了我一句 现在咱们就好好撒住这儿啊 少废话 你爸老子强脚这事还没完呢 一会儿我就让你知道 你得罪的是谁 师哥 你来的正是时候 弄死他 弄死他 钱包子 你妈的脑子袖动吗 谁都干扰 师哥你什么意思呀 你来的正是时候 十分钟 不躲不省 蓝哥 你没事吧 没事 晓晓 你先回车来等我 你自己可以吗 放心吧 去 蓝哥 这个人 怎么出来了 师哥 你缝了 他就是一个 花钱过来演戏的雄鬼 你对他低声下戏的 阿宝 你是不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 你没写 老子是花龙帮的人 花龙帮你敢惹吗 看来这件事 不只是真的 我和小龙帮你见的 说吧 你上到谁 神浪 有本事你今天就弄死我了 不然 你就是你的私欺 让这哥们开个嘴不难吧 接着给我打 你别说 你别说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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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说不就完了 何必受这个 说 是谁 支持你接近 柳萧萧 然后针对我 是柳萧的少爷 我听了 他为什么要你先进口水上 不说就接着他 我说 我说 是 是他下跌了 要搞所有水身边的人 比他就发 这个人交给你了 是 接着给我干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连着我 对你气的 让我们演戏 谁这样的东西 感情停不下来 要出什么事怎么办 这事没那么 好 废 一个来历不明的小子都搞不定 罗绅 那小子绝对来历不反 什么 什么都在他低声下气的 刚来 是时候好好会会的 小小这孩子太不让人省心了 妈 妈 是你 你谁让你来我们柳家的 我不许你再缠着小小 妈 沈老婆今天 婆婆 我承认今天的事 是我和刘总监演的一场戏 重新介绍下我自己 我叫沈浪 领雅国际苏总裁的出品 还真是演戏啊 你演的还真像 伯父 刘总监才22岁 风姿卓越的年龄 现在替他跟我论家 未免有些太早了吧 你一个外人 有什么资格干预我们柳家的事 找你的麻烦 就算是客气了 妈 今天又不是沈浪救我 有人就见不到你们了 小小 到底是怎么回事 钱博文派人绑架了我 沈浪救了我 你们不该怪他 钱博文 原来那小子是故意解禁了 小小 沈先生 真是感谢你救了我女儿 不负严重了 其实萧萧最担心的 是伤了你们的心 洛雪 最近过得怎么样 罗天耀 罗天耀 请你不要打电话给我 洛雪 你为什么总是对你 那边不应该这么承认 你是我继母殿下的未婚夫 我是不会承认的 洛雪 我管你承不承认 你迟早知道 罗天耀 我们之间不可能 我求你放过我好吗 哎呀 洛雪 我为了你 可以让罗家给天龙集团实际 你要知道天龙集团很有情 到时候不去挂牌了 明亚集团也就存在 你这个堂堂天之交流呢 也会跌入谷底 你的音乐呢 也会不当 未婚 你想清楚了 苏老 你这是怎么了 没事 萧萧是要解决了吗 当然是完美解决了 给罗家大哨送来的请柬 看来总是闷来的 不过 罗天耀为什么要邀请沈岸 晓晓 其实 沈岸是我的未婚夫 未婚夫 未婚夫 不过我俩是假扮的 合约夫妻关系 假的 沈岚 不用了 我有话问 啥声 你对小雪什么感觉 你问我这个干嘛呀 他都告诉我了 你们假扮夫妻 原来是假的 苏老雪都跟你说了 我还想问你 对我什么感觉 如果你要喜欢小雪 我就穿上之美 如果你还不确定 那我告诉你 我柳潇潇 看上你了 曼哥 我有些话想跟你说 你说 后天 我想约你看电影 后天 之前你帮了我那么多 都没有好好谢谢过你 你 一定得来 我等你 昨天要终于要动手了 太好了 终于来了 你不要掉以轻轻 罗家可不好动手 放心吧 有我的 我会保护你的 我回来可是为了你 行啊 苏大小姐 清真就熟了 卢子可叫 神浪 你能不能正经一点 我还不够正经 嗯 神浪 你能不能正经一点 我还不够正经 啊 那我走 走 可以 诺诺 你呢 好 张总 诺诺 眼睛又微啊 没事 到时候有钱一起赚 我们一起争钱 好好好 来干了 若雪 你终于来了 我可是等了你好久了 今天的晚宴 我可是很期待你出场 安安 罗先生 您没看到我未婚妻 正在牵着我的手 不太方便和你过什么 未婚妻 苏若雪什么时候有未婚夫了 谁听得到我呀 未婚夫 我没听说 你能不能有命 想要这个女人再说 你能不能有命想要这个女人再说 你能不能有命想要这个女人再说 哈哈哈哈 呀 罗总 你可太客气了 感谢罗总的诚挚祝福了 嗯 啊 啊 啊 小姐 我们早 吴先生 事情准备得怎么样了 都好了 辛苦你了 到时候还麻烦你 把那小子 给请到我的房间 哎 各位 很高兴 大家能够参加我的晚宴 逼人罗天药 深感人性 不过今天除了找大家来聚一聚 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 要说 那就是我们海震集团 不久之后就会进军时装好 择机就会上市 不行 不久之后就会进军时装好 择机就会上市 天啊 好 爸 魯天药 这是要给我下马 poll 跟我抢生命 要我说 这也不天药啊 你怎么了 小心 我肚子疼 我上大厕所 你等我 你可千万别自己乱跑 疼 神浪 新项目呢 还需要大家多多支持 到时候我们海镇集团 也会找一个 强劲的合作伙伴 如果大家有兴趣 你到时候找我尝尝 然后今天晚上 我们 好好地享用晚宴 你们先聊 我先去过去打个招 若雪 你气色不太好 我扶你先去休息 妈 居然给我玩这招 这气阳瞎子 我根本问不出来 有两瞎子 我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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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雪 你气色不太好 我扶你先去休息 不要 你现在是不是觉得 早有点淫愈 我天忧 我天忧 你做了什么 啊 我走 苏小姐喝多了 把她扶过一句休息一下 好的罗总 哈哈哈哈哈哈 这么着急 干什么呀 你谁啊 你想干嘛 你得罪了一个人 我得罪过的人可太多了 数都数不清 这有什么好吸气 但是你得罪了一个不该得罪的人 罗家少爷 来让我进去看一出好吸 原来如此 罗天耀派你来的 不过我可没有什么兴趣看戏 但这个戏的女主角 是苏小姐 说什么 罗天耀在哪儿 苏小姐这个时候 应该已经在罗家少爷的卧房里了 算算时间 那边也是该药效发吞扯 你说这药给他下了什么药 自然是方便男女之间做那种吃的药 我来 就是要带你过去让你好好看看 苏小姐对罗少爷发情的模样 道别有趣 找死 嗯 嗯 这 去 呀 随着 啊 老师别一样 最经济的杀手 我不喜欢罗嗦 赶紧告诉我罗天耀在哪儿 老师老师一定让你生不如死 我说我说我说 罗天耀 我是已经有未婚夫的人 是敢对我做什么的 我会有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 法律手段 我虽然不知道你未婚夫到底是何许人意 但是我今天会让他好好地看一场 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 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 雪儿 雪儿 别慌吗 我 不过是在你的酒杯里面下了一点药 那是国外最新的直观期 你一定会爱上我 我吃了 你不如直接杀了我吧 我罗天耀要钱有钱要权有权 在整个华下都是排得上名号 我想要得到的东西 从来都是不择手段 雪儿 男人的世界 你不懂 无耻 你代表不了群人下的男人 你就是个畜生 我代表不了 那你告诉我谁能够代表 不愧是吴先生啊 这就让他胡了 吴先生 把这小子的手脚给我打断了 绑到一边 让他接下来看看好戏 吴先生 你还在等什么 还不赶紧把这王八蛋给我废了 罗天耀 你竟然敢对我未婚妻下徒 我看你是想尝尝生不如死的祖儿 你他妈的是活腻歪了吗 信不信老子现在就让你进人望 吴先生 什么情况 他药性怎么没了 你赶紧去把他给我杀了呀 你快 嗯 罗天医药 你这个无恶不作的东西 你给我记住 从今以后我们再入干净 我一定洗心革面 重新做人 吴先生 你怎么可以这样啊 闭嘴 闭嘴 沈先生 这样 你要什么条件我都可以答应你 我发誓 我以后再也不会碰速入血一个汉堡的 你要多少钱我都可以给你的怎么样 罗天医药 罗天医药 为师一晚了 今天不会有任何人来救你的 是我死的 沈郎 沈 这时候得炸死有一辜 如果今天来马一步 雪儿 后果不开设想 是 杀了 怎么 麻烦呢 对 你杀 你杀了我 还不如留着我 你要什么条件 我都可以答应你的 对不对 沈先生 别痛了 你饶我了 罗天医药 今天我看在苏若雪的面子上 就饶你一条狗 不过你毕竟是动了他嘛 所以多多少少 我还是要给你一些教训 什么教训 沈云 沈云 我 我是不是可以离开了 别再让我看见你为非作歹 滚 是 我们走 沈 沈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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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苏大小姐 你也不用像看怪物一样的看着我的 你 你对我做了什么 昨晚呀 有人手脚不安分 我就帮他治疗了一下 对了 顺便呢 我还帮他洗了个菜 还对我做什么坏事吧 做没做什么 你心里应该清楚了 腰疼 昨晚你可真是把我折腾得够呛了 什么 你要对我负责任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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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逗你了 苏大小姐 我跟你说啊 昨晚那药的药效过猛 我只不过拿针酒帮你治疗了一下 你要我付什么责 我还以为我们 我是让从不承认之危 早晚有一天 我会让你心甘情愿地给我 妈 好好好 我出去了 你好好休息 我儿子 现在怎么样了 罗天少爷 心灭已无碍 只不过 还不快说 我要听实话 罗少爷 那里已经完全暖灵 无法修复 恐怕以后 在乎此时可能 也就是说 老家要大户了 做得真好 下去吧 老爷 视频您调出来了 天要 爸爸 一定给你报仇 这次就让我亲自动手 这次 还真的麻烦你了 老爷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何谈麻烦 天要 是我唯一的儿子 我一生的心血 什么 叫我罗家 无有后继之人 主动付出多大代价 都要把他带在天要面前 让他轻手处置 是 但此人 不太好对付 怕不到活的 就杀了他 还有 那个叫苏肉学的女人 一定杀了 是 什么 你把罗天佑 天哪 完蛋了 罗家绝后了 罗也肯定不会放过你的 罗家上下无一善备 这样的家风 最好是段子绝松 我审浪为民除害 是审浪 罗家商业帝国旁大 他们要是对付你的话 你还是离开华夏国吧 不然肯定有生命危险的 好啊 你还是离开华夏国吧 不然肯定有生命危险的 好啊 哼 你跟我一起这话 我就答应你 你 反正我是一定不会让你有事的 除了爷爷的托付 和你生命难为 你到底是为什么 这样拼了命地保护我 因为我们早就认识啊 之前见过 没有什么比雪中送蛋 更让人刻骨铭心了 虽然你已经不记得了 对了 我差点给忘了 我还有事呢 你再想好好休息 我注意着 曼哥你来了 塞儿 你今天好漂亮啊 对了 你说有事找我 什么事啊 其实 我 我一直很喜欢你 我知道你和苏总是假的 是我 什么 到底去哪了 你别这样 你别这样 其实我一直都几个足肉学 很早就开始了 虽然我俩是假扮夫妻 但我一直都是真心喜欢她的 为什么 为什么你要对我那么好 因为我一直把你当妹妹 我说过 你的苦 我吃过 难道 我没机会了 雪儿 沈浪让我来保护你 怕你有 嗯 我好像走错地了吧 别动 是你自己送上门的 灿尔 说去出事了 我必须马上回去 其实你很好 你一定会找到一个 比我更好的男人的 满满蝶子 马上把左手脚的位置给我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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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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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嫁給我